哈嘍 哈嘍 大家好 今天要玩 開箱Food 跟 介紹手作 我們這兩個一起拍 因為考試就要忙 好 那麼我們首先 先來看一下這個 吃的 是我去便利商店 最新看到的 然後我沒試過所以就買 來吃一看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 有拉門系的 嗯 置物櫃 像這樣子 然後 這邊有更多東西了 先加這個來 這是我的拉門 其實只是一個紙版 因為我沒有同一版 所以我就先用這個 然後 差不多長這樣子 嗯 這邊有個片 就是 防止它整個跑進去 然後呢我就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 它裡面有一些空心就可以放東西 進去 後面什麼都沒有包裝過 我懶得跑 好 然後我們上面其實 可以打開來的喔 好像這樣子 它是可以這樣 看到嗎 OK 看來我 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剛才發現它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動 OK 然後 然後 我就把這邊黏起來了 那邊裡面這邊就不可以看 等我一下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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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其實大概就長這樣 因為就是兩個板子 那 其實這兩個板子 你 就是 任它 我們維持平衡 嗯 其實你就是 建議你兩面 它的那個前面 都要一樣長 不要一個長一個短 要不要這個拉門 很難拉 這樣子 大家回去拉出來 大家回去拉出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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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呢 這是 這個 好 然後 然後 把它打開 OK 第一次買過這種 好 我們先看一下後面表示吧 它是寫 日本 大元氣 blablabla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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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裡面的 這個 他們 不多介紹 好 然後 上面長這樣子 這是 史萊姆准的 我們先來看看 吧 它 喔 那好少喔 沒有我們之前的葡萄 那種那麼多 有一種 它有出葡萄的 葡萄我吃 葡萄比較多耶 超少 我們來吃吃看吧 它是一個安心形狀 葡萄也是 它只是比較直 就是 白葡萄 那我今天買的是一般葡萄 就是那種紫色葡萄 好 OK 我先來看看 我們要吃一下 這樣子 OK 還蠻好吃的喔 它 亂寫 它說什麼 微甜微酸 跟我一牛不酸 然後 其實這個還蠻香的 嗯 好 來 來 我們來 也像這樣子 好 我先幫你 先把它給你生動起來 好 好 好 我愛天 我愛天啊 我不知道耶 OK 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還是進去吧 好 然後 首先我先放 因為我這個 那種類型 然後介紹 這個 比我個人還蠻愛的牛蛋 那這邊比較是因為 油彈廚弄不見了 不是油彈卡 是油彈那個這樣子 弄不見 好 這個把它這 看著我 我記得這邊還有小道是 是蛋黃哥的 坐上去的 我那時候去基隆買的 基隆的那個 海科館裡面的那個 來附牛的 這邊 蛋糕系列擺著 好可愛喔 我想吃 那其實最大的空間就是它啦 超想吃的耶 那個 這個就把這個 這樣擺上整個頭 好爛 因為這個盒子太小 然後 再把這個盒子蓋起來 這種的蓋 好 那麼 我們現在 去把關起來吧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才往外面 我去看喔 這個箭頭的地方才往外面 因為 因為這邊比較平 這裡面那個比較平 所以我就 這樣 然後 整個黑衣服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樣子 好 好 那麼 一樣 喜歡的人呢 又在 我都不見了耶 要訂閱 或者是按讚喔 掰掰